大家好 欢迎收看《异想世界》 我是张凯英 郑文棠与林书宇导演 今年双双推出电影长片新作 被选为本届台北电影节的开播命片 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到现场 我们分享 首先为大家介绍郑文棠导演 导演好 凯英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林书宇导演 导演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郑文棠导演其实是拍摄影纪录片起家的 入行已经超过了三十年 但是郑导的身体里面一直留着 想要还原真相 追寻正义的写意 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 这一路来的创作的心情 我就大概想什么就拍什么 在一直开始 想当导演开始就差不多是这样 看到什么感动的就会写下来 然后如果有找到机会我就拍 坦白说没有想很多 什么社会使命这么大的事 但可能刚好就因为我的工作 以及我的出生背景 就是我是劳动家庭出生的 然后长期在乡下长大 看到很多 就是跟我自己生活相关的事情 与其家里很穷 所以常常会有这种 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我小时候我妈妈必须打五个工 然后其中一个打工的工作 是帮有钱人洗衣服 冬天也要洗 所以我常常跟我妈去洗衣服 小时候 然后那个有钱人家 就常常冬天 奇怪 我那个时候洗一边洗那时候很红 我就跟我妈说抱怨 就说奇怪 这有钱人为什么每天都要换衣服 为什么每天都要换衣服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换 我举这个例子来说 就是大概就跟这个有关 所以我一直对这样的事情很敏感 就一直很敏感 很敏感 所以拍片的时候就会想要拍 跟我比较相关的人的命运的故事 然后后来当然我在文化大学的时候 有四年的时间念了很多书 那也因为出生的关系 因为这其实是不勉强的 就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人 所以你喜欢什么样的书 对 所以那时候看了书 就像什么杜斯佗 也夫斯基 然后像高尔基 黄春明 陈应征 都是比较底层的 比较受苦人的心情 比较多 是这样的 后来大学毕业后就投入 就那个时候刚好风起云涌 我也不是争议感很强的人 就风起云涌把你捡进去了 那个时候矿灾 煤山煤矿 海山煤矿 就接连在你的眼前发生 198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上班也待不住了 就会想要说你学电影的 你不应该窝在美好的办公室里面 过你美好的日子 应该去走出去 所以也就跑到矿区去了 一跑出去就回不来 我觉得我已经回不去了 那个时候在拍煤山煤矿 那个挖出来的尸体的时候 我是很明确 我说我大概就是这样的 你不要想太多 你就好好做这一块工作 做你该做的事情 所以大概故事都这样来 后来就投入很多运动 接触的运动又刚好 1980年代的社运 以及民主运动 就是争取民主跟公平 那个时候大部分 要不是原住民 要不就是妇女 要不就是那种罪于劳工 就被关厂 被工厂就突然间被关起来的 劳工们 一两百个人窝在一个 没有人照顾的地方 都是跟我一样 所以大家就这样 都会听很多故事 原住民会讲很多故事给你听 因为我们算 第一个大命令相同 所以他不会把我当知识分子 会聊比较多 那个时候也没想到 我有一天可以拍剂情片 完全没想 只知道要拍片 要拍片这样就对 因为拍片是我唯一能做的 那些故事就放在 心里面 心里面 当然我会写下来 就你会写下来一些 这样的故事 一直碰到有机会了 公共电视开台好像是 就开始需要很多那种剂情长片 那你就一鼓腦 就把它写很多这样的故事 所以我拍片比较晚 我当导演是三十几岁之后 三十六七岁以后才开始 有机会当剂情片导演 那种电视长片 一年有一两部 所以有一段期间 很多那个年代的电影人 以及拍片很久的人都吓一跳 就突然冒出来说 这个人哪里来的 怎么会突然跑出一个正文堂 因为他们以前没听过 以前在摄映拍 历史小组的时候拍街头运动 没有人会认识你 你只是一个摄映纪录片的人 那个时候是没有人重视 因为你的质量比较差 因为并不是电视台的质量 然后那个时候纪录片又不像现在当代的纪录片 那么受注意 所以不但有人看到你 这个焦虑感会有 我会觉得说到现在都讲不出片名 历史长 所以就觉得如果有机会 还是要拍一个有片名的电影 应该这样 这次的作品 其实我觉得很像是年轻版的《眼泪》 所以可不可以先帮我们 年轻版的《眼泪》 对 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电影本集 这句话我可以写下来吗 这个可以用 我们2010年拍完《眼泪》 然后有一个还算不错的成绩 就是台北电影节的最佳导演 那是我内部电影就得奖上来说最好的成绩 刚好有个机会回宜蘭工作 我简单说回宜蘭纯粹是30年 离开家乡30年没有机会在宜蘭工作过任何一件事 所以就觉得刚好有机会我就想 好那一样一样的道理 就其实一样的 我回去当局长跟拍纪录片跟拍电影是一样的事情 就我并没有觉得说我人生一定只能做这些事 只能做什么 我能拍片 这是我的很就是我的工我的那种能工作能力 但是假设今天去当文化局长可以帮很多年轻人 就有机会的话 很多年轻人因为这样的艺术的创作得到一个平台 还有比较大的帮助 我个人是觉得是一样的成就感 所以菜鸟也是因为我在宜蘭待了两年半 其实是还蛮开心的 我并没有因为当官而不快乐 不会啦 因为我回去就很清楚 因为并不是那种 坦白说不是菜鸟 常常有人问嘛 就是说艺术家回到去做那个官堂会不适应 我当时这一部分还好 没问题 因为心里是建设是清楚的 我只是最大麻烦 我会再回来拍电影然后拍完菜鸟 就完成这个菜鸟 其实一个很重要是我要诚实以对 就是说我在当文化局长的时候 心里很多时间是在想拍片 这是不公平的事 就对很多事情是不公平 后来我跟我的县长也很明白讲说 我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 但是我不专心 在台湾要当好一个公务员 这下次可以找这个题目 要当好一个公务员是需要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说真的要做好的公务员是那种你不要去选择 才有办法当好公务员 因为台湾比较特别 那我是那种下班完 回到自己的宿舍就会满好是影像的 就在想这故事怎么样 可以怎么拍怎么拍 对对对 我发现说我这样做不好 直接跟那个县长说我这个有问题 我还在想创作 一直在想创作 他那个时候又办金马奖 就那一年金马奖 然后有一堆电影朋友来到宜蘭 那时候我当文化局长的时候 来到宜蘭看到书语 看到侯孝贤 看到就觉得心情 就觉得很难过 没有没有就是觉得这一块还在 中间还有那个啊 中间石加石 对中间只有 石加石是在当中吗 对对因为那个只有两天拍 那个还好 就是放假时间拍 金马奖对我好好给我一个机会 我当然那个时候已经 一定要抓下来 对对对 已经那个好久没喝水了 喝水了赶快 谢谢 就赶快利用实验台 我觉得台湾需要这个 台湾大家都太老成了 就是很多事情理所当然 年轻人都会这样 不要说我们这些老家伙 年轻人都会觉得说 都这样啊 反正那些政治人物就是都会贪污 事情就这样会过 台湾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天这样走 主角宥盛跟庄凯勋 其实他们的标系标得非常的精彩 郑导你是怎么模细的呢 我当然在过程中对凯勋是很严格 因为他是我很长期合作的伙伴 比较像兄弟 真的是兄弟情感 他从大学我就找他拍片 还在大二的时候就找他拍片 所以算有一种私生情 那这一部在拍片的过程中 我一直叼他是因为 我希望他有点不一样 不要再像之前的张凯勋 他硬硬硬硬硬 有真的有被撞到一点东西 坦白说 因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他一直一直 甚至现场都一直在骂他 用骂的 刻意的 他也知道大家都 咬了之后就会有那种 比较好的情感 又甚至我第一次合作 完全摸不着 但是我会找他 严厉也是因为 我跟他见过两三次面 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 谨慎到 就前面他没答应 我也还没找他的时候 我们是那种皮脂在 测试对方 就是谨慎到一个程度 后来合作 他的谨慎更谨慎 因为他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演员 非常重逻辑 就是你要教他拿那一杯水 他要知道严厉 为什么要拿这杯水 对 是这样的 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是新电影派 就是台湾新电影这种系统 培养出来的 就耳濡目染出来的这一派导演 比较是感觉的问题 就很多东西是用感觉的 碰到右身这样的演员的话 是一个大挑战坦白说 他也很快 他知道说这个导演跟他所碰过的其他导演 可能不太一样 讲几次之后 我会照着他的逻辑 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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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我就根本不管你的逻辑 就我要的 不是你都想好的东西 因为你都想好 你的表演就会固定 坦白说 因为你都有很心理的东西在前面 就等一下要走 要干嘛 对 我就 我形成比较大的 如果对他最大的帮助 如果这个作品出来是一个还不错 如果大家对他的肯定是 真的是来自于他个人努力 他是很拼的人 第二个是我真的有破掉他这个 我有解构他这个黄线 就把那个黄线拉开 那个黄线拉开的方法 除了沟通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我常不按牌理出牌 拍他的时候 我是不跟他讲别人 我会跟你讲 跟佑胜讲得很清楚 说你等一下的状态 细带这样走 但是我不会跟你讲 别人会怎么走 那些地方就是 测试他的临场反应 对 就是爆点 我发现是个人 我觉得是还蛮受用 因为他一直被刺激 都一直在改变他的思维 演法 他很强 我真实说他是个非常好的演员 节奏很强 天分就高了 讲真的 他那个节奏 我们当导演都知道 演员的节奏好 对我们是宝 那节奏他差一点点就差一点 你也扳不回来 你也不可能替他演 你真的没办法去替他演 然后也不能告诉他说 你等一下那一拍早一点点 不是你早点回头好不好 他会早一点回头给你 可是就是不一样 因为不是他愿意回头 对 所以他是一个敏锐 就是知道 再一次的时候他就改一点点 他自己找 找那个节奏 准得不得了 但我们说每个人其实都有当菜鸟的时候 所以郑导你想要借你的星座传达什么样子的精神呢 当然片名最后定位为菜鸟 也是跟这部片最后剪出来的结果有关 我这边很努力的在拥抱观众 这是我真心话 就我很想要跟观众更近一点 我的个性又跑出来 就是我觉得台湾需要这个 台湾大家都太老成了 就是很多事情理所当然化 年轻人都会这样 比方说我们这些老家伙 年轻人都会觉得说都这样 反正那些政治人物就是都会贪污 社会这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没有什么好惊讶 这应该惊讶 从一个好的社会的角度来说 发生一点这种事情都应该惊讶 这其实也拍给自己看的 就是说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 这样下去就会没什么希望 大家都一样都会变成 对共犯 简单说 就是所谓的扶桑 以及我们到底如何走过来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 对我来说我自己的出发点 其实也是希望 这样子的一部片可以给 经历过的人有一个抚慰 有一个力量 然后珍惜我们身边的那些 那些我们非常爱的 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视的人 但是书宇的作品就其实是非常个人了 我们说它应该是比较疗愈性的电影 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 白日告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 它当然是个人的出发点 就是我将近三年前发生的事情 所以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创作 那故事其实相当简单 它是在讲两个陌生人 在同一天同一场车祸 失去了他们的另一半 然后故事其实就是静静的跟着他们 然后看他们是如何去走出这一段 就是失去的一个伤痛 以及在另外一个陌生人身上 他们是看到了什么 他们得到了什么 然后到最后有一种抚慰 我们说就是听石头说 他演这个男主角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要走出这个角色 但是我相信对创作者本身来说也是 因为白日告别 他必须要处理的主题 是失去这个的议题 所以对于您自己来说 就是从创作者的角色 你觉得你怎么看白日告别 决定要拍这部片的时候 当然我身边有蛮多朋友是替我担心的 就是说你要做这件事情吗 这样子就是这个好像会很 你承受得了吗 确实在写的过程当中是蛮辛苦的 因为在写的过程当中 可能写个几句话就掉入自己的回忆 写个几句话就掉入自己的回忆 然后没有办法真的有任何的效率的去 产出任何东西 对所以那个过程是 是不容易的 但是一旦我觉得开始了 潜质 以及开始了制作的时候 反而那些东西变得 变得比较轻松 变得比较容易 我觉得是因为我的两位演员 就是林嘉欣跟石头 因为他们都非常非常投入在这个故事里面 他们知道的是我写下来的这个东西 我也不会特别去跟他们讲说 我自己个人是怎么样 我反而是能够比较客观的在 在看着他们 在试图的保护他们 如果有任何的不容易 或是任何的心疼 是心疼这些角色 是心疼这两位演员的 他们把自己丢进去 然后丢得这么深 那些比较难过的那些情绪 被分担掉了 对 当然有点不好意思 分担在他们身上 但是是确实有一种被分担掉了 以及我知道说这部影片 到最后的时候 是可以给观众一个力量的 所以这些角色现在必须要 要走完这个旅程 对 所以反而在做的时候是还好的 在开拍前其实石头也很担心我 就是说你会不会拍的时候 然后就天天在那边崩溃啊什么的 对 其实他们有这样 但是其实在现场是还好的 我觉得因为同时也感觉到 就是旁边这一群伙伴 大家是一起要来把这个东西完成的 然后是大家都感受到 这个作品的善意 这个作品的一个正能的能量 有一个团队的时候 我自己比较没有那么孤单 自己在写剧本的时候很孤单 对 大家一起来疗伤分担苦痛的意思 有一点 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在演员身上 就是石头他说 就是其实演出 之后他还花了一段时间才慢慢的走出这个角色 尤其是因为石头他毕竟不是专业演员出身的 他不是有专业演员的那种背景 所以他唯一能够演出的方式就是完全把自己丢进那个角色 那他是真的不管说是在我们拍摄的时候或者是在现场 其实他完全没有让他音乐界的任何人来现场 什么他的经纪人啊他的助理啊什么的啊 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到现场自己一个人离开 然后在现场的时候他也很少跟人就是去哈拉啦对话啦什么 他其实很累 我知道我看到他那样我也知道他很累 但是那是他唯一能够把这个角色演好的方式 所以我就不敢去特别去打扰他 我就是让他就是好石头你承受得住的话 那我们就这样子一起走 对其实那是非常非常矜的一个状态 他就是真的就是从 就在我们拍摄的那一段时间 他是完全也没有让自己放松的 对他没有任何一刻可以让自己放松 以及我们很多夜戏 所以他你说回到家的时候小孩都已经睡了 然后他起床的时候小孩都去上学了这样子 他就是他还是一个很自己一个人的那个状态 他一直矜在那边 对所以我明白说他说的那个不容易走出来 石头应该是第一次演这么重的男主角的角色 那林嘉兴的话当然我们说他是影后 他一定演技没话说 所以书彧你对他们两位有哪一场戏你觉得最印象深刻吗 哇印象深刻喔 印象深刻的戏太多了 其实在我们预告里面有稍微剪出一些些 那就是我觉得石头他有一场戏 一样就是我们这次也选择了一个比较小的摄影机 我跟摄影师这么决定 也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东西我们是希望演员不要照着剧本的 我剧本是一个大概 那会走成什么样就会走成什么样 所以很多时候是我被surprise到的 他们让我很惊讶 出现这个东西出现那个东西 对那石头有一场戏是 我不说太多 但是就是某一场戏是他妻子的一些教友 来到他家里 然后就是想要给他一些陪伴 想要给他一些安慰的戏 以及导致那样子的一个状况 到最后的时候他有一个崩溃 这样子 那那个崩溃我们真的也没有做任何的rehearsal 没有做任何的说 我甚至于我剧本里面都没有写什么台词 我真的就只是一个三角形写说 就是他在这一刻的时候是会崩溃的 然后就让他们去走 然后所以就是那个东西 一样就是就那么一个take 也没有take two 因为也不会有take two了 就那个东西石头到了 他到那个东西了 旁边所有的人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子的反应 去捕捉到的那个东西 那个就真的就是那么一次 对甚至于石头自己要求说 我可以再来一次吗 他再来一次他说 导演不要用那第二次 就是那第一次了 就是那一次了 嘉欣反而是 是在他收敛的时候 是他最动人的时刻 我们有一场戏是在竹腹岛 就是冲绳的竹腹岛 戏里面女主角她因为失去了未婚夫 但是她还是想要走完一场 就是她跟未婚夫原本已经计划好的 迷迷旅行 约定好的旅行 对那最终点其实好像也是会是一个 很激动的一场戏 但是她的处理方式反而是用一个最淡最柔 然后最细微的方式 让让我在现场我看了我真的就是好心疼 然后那个也是一样 那个就真的就是 我觉得这两个人他们 就是打到打到我 或是打到就现在目前看过的一些观众 都是都是那么一个take 就是那么的第一次 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差不多了 好我们来 然后拍到了以后就是了 然后那个的令人心疼令人感动的那个程度 就是我非常感谢他们 我非常感谢他们对这部片的付出 然后对这部片的一个 一个这么百分之百的一个投入 最后可不可以请两位帮我们简单说一下 你推荐自己新作的原因在哪里 我觉得看完这部电影你会 你会你会想要做点什么 就觉得应该继续拼下去 如果你你那个时候心情很不好 应该会得到比较好的的疏解 那你如果心情一直很高昂的话 那我觉得那这这部电影会讲 会会多更多的能量 因为你觉得很多事情摆在眼前 你应该继续拼下去 只是我对这部电影 我自己觉得在看完这部电影 最深的感觉这样子 我有一个朋友他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在剪接过程当中 他没有来看 那我有一个朋友他看完了之后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是还蛮感动的 他跟我说他在看这部电影的过程 尤其是前半段 他看的时候他当下有一个很强的冲动 想要打给他的另一半 然后跟他的另一半就是说 你不能比我早走我会受不了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就是因为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确实我觉得台湾人很少再拿出来说 或者去做任何的一个探讨 这样子就是所谓的扶桑 以及我们到底如何走过来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对我来说 我自己的出发点其实也是希望 这样子的一部片可以给 经历过的人有一个抚慰 有一个力量 然后可能没经历过的人 是得到那种珍惜 是知道就是说 这样子的事情是会发生的 是有可能发生的 是我们人生每个人 可能都会面对到的 那在我们还没有面对到之前的时候 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地珍惜 我们需要好好珍惜我们身边的那些 那些我们非常爱的 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视的人 今天非常感谢郑导跟书宇导演 来帮我们介绍您的新片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